大家好,我是轩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新红柿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之一 既能作为蔬菜烹饪,又可以像水果一样生吃 民间通常还有一种说法是 一个新红柿可以预防四种癌 长黑斑的新红柿会致癌 但你有没有想过,西红柿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 一个西红柿能防四种癌真的靠谱吗 长黑斑的西红柿会致癌吗,可信吗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真相 西红柿,蔬菜还是水果 西红柿也叫番茄,因为外形酷是柿子 故又称为羊柿子,番茄 西红柿原产自南美洲,早年主要作为公关赏用植物 几千年来一直被误认为是有毒的植物,而不敢食用 故也被南美洲人称为狼桃,狐狸的果实 直到欧洲中,世界法国的一个画家冒着生命危险 吃下第一个番茄,发现身体没有任何不适 人类才开始吃番茄,也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人罗伯特上校第一个食用 在我国自明朝末年引入西红柿 当时主要用作观赏的用途 新朝末年开始大面积种植食用 从此成为国人的美味佳肴 番茄既可以作为蔬菜吃,也可以当作水果吃 小的西红柿又被称为剩余果 当水果比较常见,而大的西红柿当蔬菜和当水果吃也是比较多见 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制的中国食物成分表 番茄一直都是归为蔬菜类中的瓜茄类食物 西红柿的营养丰富,富含番茄红素、有机酸和维生素C 从吸收率角度讲,很多业内人士建议西红柿最好是加热炒着吃 但如果为了摄取更多的维生素,这建议生吃为佳 因为维生素C,瘦热一分减 长黑斑的西红柿会致癌 西红柿一般不适宜冷藏 冷藏后品质下降,质地和口感都会发生改变 此外,如果冰箱温度过低,落置可呈水泡轮烂状 或者出现散烈现象,表面有黑斑,或者煮不熟和失去鲜味 如果冰箱放置的时间过长,表面上可出现霉菌等微生物生长 出现霉点黑点,这不仅影响品质,而且还可能致癌 因此不建议西红柿放入冰箱冷藏 常温像保存即可 保存时可将地朝下减少空气进入和延缓水分丢失 为了身体的安全起见,如果方前长黑斑或者黑点就更不能食用了 一个西红柿可以防四种癌 西红柿的有机酸可以刺激胃酸分泌 帮助消化维生素C,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 但最主要还是聚焦在番茄红素上 西红柿的番茄红素含量平均 每100克含2.573毫克 不同产地的西红柿番茄红素含量差异较大 因为西红柿番茄红素含量高低 是维生素1的100倍 最新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 多摄入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与减少心血管疾病肥胖 二型糖尿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和并发症有关 番茄红素的防癌作用研究表明比较多的是防卤腺癌 节脂肠癌、肺癌和前列腺癌 近期几项病例对照研究 队列研究随即对照试验均发现人体血液中番茄红素浓度与这几种癌症的发病率曾显著的负相关 其中纳入29363名接受肠内溃进检查男性的卫生专业人员参与水访研究中发现 从膳食纤维和补充剂涉入β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与节脂肠癌患病风险层附相关 在另一项由49898名美国男性健康专业人员组成的卫生专业人员水访研究中 番茄红素摄入量较高,来自富含番茄红素的水果、蔬菜以及其加工产品番茄红素补充剂 与降低致死性的前列腺癌风险和肿瘤内血管生成密切相关 这一项研究表明番茄红素可以主要在癌症发生发展的早期起到干预的作用 另一项卫生专业人员水访研究中 共有46719名男性参与的前瞻性对裂研究中 每天从番茄酱中摄入2.764-13.573毫克的番茄红素与前列腺癌风险降低有关 纵观这些人群研究可以发现 番茄红素的摄入量每天在3-20毫克之间 按照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含料计算 大约相当于每天摄入150克到750克 三两到1.5斤的番茄 可见每天摄入2-3克西红柿约150克 可以起到一定的防癌作用 那我们要如何正确的保存西红柿瓜果蔬菜呢 首先我们在采购食品要注意蔬菜的保鲜期 不同蔬菜种类保鲜时间不同 冬瓜、南瓜、胡萝卜、莲藕、马铃薯等蔬菜保鲜期可达一个月 番茄、黄瓜、茄子、萝卜等保鲜期只有1-2周 绿叶的蔬菜更短只有1-3天 因此用好食物保鲜期购买不同保鲜期的蔬菜 先吃保鲜期短的蔬菜 同时注意购买蔬菜的颜色要多样 其次正确的储存方法对延长食物保鲜期非常关键 如黄瓜、姜豆等蔬菜 适宜放在10度左右的环境中 不宜低于8度 番茄在低温下风味变差 要用保鲜袋密封放置阴凉痛风处即可 部分热带水果比如菠萝、香蕉、木瓜、芒果等 不宜放冰箱冷藏 而绝大部分叶菜可采用家用冰箱的冷藏 但要注意的是叶菜可以放置保鲜袋中 弹口不要封紧否则容易腐烂五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的点赞、转发、订阅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